我們就要開始來上課啦 上課會需要至少兩個東西很重要 第一個就範例檔 所以待會請各位幫我做完問卷之後 再幫我下載這個範例檔 因為它是一個VIP的壓縮檔 所以請各位把它下載之後 再解壓縮 下載解壓縮應該OK啦 按右鍵下載這邊有啦 你就把它再按右鍵解壓縮就可以了 按右鍵下載 或者你點開來 反正這個雲端 它有很多地方可以 像這邊有下載 很多地方下載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呢 在 左下角會有一個那個 這個資料夾 點擊這個箭頭 資料夾顯示 按右鍵就有一個用 我習慣用7DIP 把它解壓縮致詞就可以了 解出來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範例檔 這些的話就是我們上課會用到的相關檔案 理論上我們按照順序 有六個單元 OK 從那個什麼文字與資料函數 再到樞紐分析表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原則上 會先講第一個單元 文字與資料函數 所以請各位待會解壓縮之後 先幫我開啟 第一個檔案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 第一個練習檔 那當然呢 這個練習檔 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主要這個問題 其實 我們在工作上常遇到的就是說 你的資料產生 其實是來自於別的欄位 合併的結果 所以常常是什麼 資料的合併 另外的話 也有可能是資料的分割 反正不外乎就是 合併不外分割 因為人家給你的資料 不完全 完全是符合你要用的那個 報表的欄位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自己產生 以這一題來看 這個手機 有沒有 一欄的這個資料 它其實是根據 F到H 這三個欄位 然後把它拼湊之後的話 就變成 應該有的手機號碼 那規則的話是 09 開頭是0911 然後一個減號 然後呢 後面就是三碼 如果不足三碼要補0 然後084 1-007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用什麼方式可以快速完成這件事情 方法越快速 當然 你的效率當然越高 所以理論上 如果每天都要用的話 最好寫個VBA程式 然後變個按鈕 按下去 全部完成了 是最好的 或者是說如果你假設了 老實我才偶爾用一下 那我不想 那麼複雜 不想寫程式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用一個函數 把它串接呢 什麼函數 怎麼要串接 當然你可想而知 這邊有提示 你可以用 N的符號 可以串接 你可以用 REPT 可以重複幾個0 用LEN算這裡面有幾個字 當然一定要三個字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足三個字 你就要呢 怎麼樣 3去減 3減掉 它LEN之後的長度 那就是要 重複這幾個0 OK 可是問題我剛剛講的這一串敘述 你怎麼樣可以把它轉換成一個公式 或者是轉換成一串的程式 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習的 也就以後 你不要突發煉鋼 沒有人說 自己打09 0911 然後1槓 084 1槓 007 那問題你做一個可以啊 可是你如果做100個 1000一萬個 那你不可能 不可能啦 OK 尤其現在資料量根本就非常龐大 只會越來越多啦 不會越來越少 所以喔如果你會用的方法越多的話 那相對的喔你的效率一定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前 結果當然勢必就比人家工作輕鬆 也比較相對不用加班的啦 OK所以你會發現喔 很多人為什麼需要加班 我覺得有時候發現就是說他很多東西不會 不會就是變成他突發煉鋼 慢慢來 本來真的你會的話大概 幾分鐘的事情 可是你你你你你不會的人你變成就是說 哇那不是幾分鐘了 根本就是一件 很很很很複雜的事情 OK所以怎麼樣可以把 需求 把它轉成 一個公式解決 或者是 一段程式解決 那 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習的 OK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 先幫我完成兩件事 第一個的話就是 課前問卷 第二個的話就是下載 範例檔 並且打開 第一個練習題 那思考一下 OK 那待會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了 好 謝謝